什么时候开始18段宝石这么不值钱了 兄弟们你们敢信吗 一个带18段无级别150级衣服的人 竟然带了一个70级的腰带 他的门派是大腾官府 70级的啥腰带呀 无级别愤怒加破血 16段宝石啊 我操 17段 还有这种腰带啊 无级别愤怒加破血 70级的腰带 墙上17段的宝石 一个70级的装备 这辈子都没有想到自己能上17段的黑宝石呀 黑宝石是所有宝石类型中最贵的啊 109带70级的腰带 但是他17段啊 项链的话是无级别啊 看一下项链的无级别 灵力他有多高啊 17乘以格6 102减缺296 触零194 熔练37 项链231啊 离最极限的法系项链的话 只差了10.0啊 暴力 他有这样的项链 有这样的腰带 他的武器必须得伤害得大于940啊 如果不大于940 这个大藏就是失败的 这把武器是973.86啊 就这么说吧 这把武器 他跟男武器的那个什么死亡之音的刀 还有那个一只以前的刀一笔啊 这把武器没法再好了 这把武器是极限命中 极限伤害 极限双家 还是利敏的啊 140级的武器 非专用的啊 似乎没法更好了 你们现在全身上下能比一比的 就是你们的腰带比他血多啊 衣服的话用18段宝石 乘一个12 减去一个494 初房278 熔炼25 303的白板 再乘一个1.5 综合属性87 再加303 综合属性390 我擦 这衣服应该是第一衣服了啊 这个衣服加成这把武器 嗯 应该是足够玩第一大堂啊 这个衣服加这个武器应该是足够玩第一大堂的了啊 这两件是绝对的王者 项链其实不用看项链没有打开也只都130的野兽头 无级别头有比他好的有150的无级别野兽头就防御能高20点啊 擦 无级别破碎头18段啊 什么时候开始18段宝石这么不值钱了啊 啊 18段无级别破碎头啊 在整个梦幻里有比他好的一个就19段永不磨损啊 无级别破碎 鞋子没有办法 鞋子150的没有无级别特技的物理系啊 只有140的无级别破血鞋啥的 气血双气血一防御啊 OK 11段 11段的话 他多出了一段行为10 超级简易多出了一段行为10 灵式三伤害 直接法防报了3 伤害报了11点 戒指报了10点啊 戒指还有四五点的进步空间 还有一个双双一速 这个灵式虽然不是四伤害 但是他综合属性 综合属性不比四伤害低 因为他灵式上的速度 行为10少了10点 他通过下牌加上牌 综合还能弥补几点 这个戒指的综合属性呢 其实比这个还要高啊 还有一个法防的超级简易 备用的高属性的无级别腰带 破血愤怒的啊 腰带 也受加简易的备用项链 哎呀 这个号 确实很顶啊 因为这个号真正顶的东西 是他的衣服和武器 衣服他妈的 390的综合属性 还是利敏啊 以前那个什么体耐 什么体敏 耐敏的磁行衣服 370多感觉挺牛逼了啊 看看宝宝炸不炸 这种宝宝的话 应该是30多 宝宝 这只宝宝可能是40 这一只就猛了啊 这只猛啊 这只猛 这只静台神马 静台三个啊 力匹 壁垒 神马 这个号明显是炮哥 从829级升级上来戴上来的啊 腰总给出了这只宝宝 价格是55万 别问腰总 为什么迟到55 因为腰总啊 有个童子 没会跟虚弱 那你觉得他带啥套呢 如果他不带惠根 他带啥套 难道他带感知套吗 他没会跟啊 对不对 这会跟在这呢 哦 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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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台 力匹 壁垒 14技能 全红啊 暴力 无解 无解 宝宝升级也不要紧 回头拿泡泡铃链 降一下就行了 这宝宝 这宝宝过分 三本书来本千亿 两本书就得硬核 低吸等于全蓝 那他妈是工厂 这只宝宝又不会上去A人 这宝宝得多少钱 这宝宝 这只宝宝 腰总说出了一个80多万的价格 我突然 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腰总的眼神充满了智慧的光芒 伦总那只 没有神马的啊 多特殊的 也是80 但是伦总那是全红 10技能之音 这只多了个神马 所以说80是有道理的 这只 这只应该是50多啊 房子和素子都比较好 坤是14成品 静台鲜速 看到这只宝宝 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刚才有种很窒息的感觉 就是他压着你不透气 看到这只宝宝 就感觉能呼吸了 你种种这些玩意儿 别人都喘不出来气 卧槽 这只宝宝啥意思啊 这只宝宝是开山立派的时候 创业用的一只压标的千年舍妹吗 类似于小米 在创业之前的那个锅 这宝宝也太过度了吧 停满了3000万跑车的地下车库里 为什么出现了一个落灰的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美的天 好